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兩個套模板跟交換哪裡不一樣 像我們剛剛這樣做的 比如說像這裡有這個套模板 你要做像這些效果 有些時候我們就需要怎麼樣 就是 要比較靈活一點 我想要做自己的 那這個時候呢 比如說你看我丟一張當作底圖 好 一樣找到這裡 剛剛是這個我們現在不要 是不是套模板 你找到它 找到它 有沒有跟剛剛那種做法很像 但是 最主要的不同 老師一定要特別留下 假設你想要用這個 或是這個 都沒有關係 這裡 最好這種封面不要上 對不對 加最好不要用破掉 好假設這裡 如果你選了之後直接就按OK 那很抱歉 你有這樣做跟沒有跟剛剛 架外框是沒有任何差別 為什麼 您看一下右手邊 這個塗層有沒有通通合在一起 那你連改都沒辦法改啊 所以我先還原一下 一樣是套模板 可是呢你選好了之後 請老師一定要記得 因為 軟體的預設紙這裡沒勾起來 這個動作只要做一次就好了 只要做一次 你把它勾起來之後呢 這個所有的塗層都會留著 你有沒有發現右手邊現在不一樣 有沒有 跟剛剛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今天你想要改哪一個字 比如說 我現在結婚了 就不要那麼多疑問嘛 對不對 GET就好了 所以呢 你就可能 人生疑問這個 你可以選擇 我要離開 有沒有 離開或者要改字 就多多兩下 也可以 改字現在新版本 直接在這邊改 也OK 那你也可以把它刪掉或者眼睛關掉 有沒有 那 像這個 再放大一點 好 這種就不適合 請直接刪掉有沒有 垃圾桶幾家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簡單 那 你可以稍微 試看看 等一下呢 我們還可以再加上一些 比如說我覺得 這樣只有一張照片啊 不是很滿意啊 我想要加第2張第3張怎麼辦 你如果直接從下面丟進來 那就完了 因為你是替換下面那一張 對不對 那 要怎麼處理比較好 我先把它復原回來 你如果現在想要再把這張加進來 你看我們右手邊這裡 有一些小工具有沒有 右手邊這裡有一些小工具 加字 用這個加 這個應該大家都清楚了 加照片用這個加 你看這裡喔 這裡有兩個有沒有 一個叫影像物件 一個是不是叫照片物件 影像物件就是 有沒有老師有用過Photone pack Photone pack裡面有一個功能叫白寶箱 也就是說 這個是屬於他送你的 而且 大部分都是 有去備好的 比如說 如果你要那一隻小熊 你看這一隻 進來 有沒有去備好的 所以 這個東西你就可以在這邊做縮放 那這一點 綠色這一點應該大家很熟悉吧 旋轉 對 嘿 那這個是他內建的 可是我的照片來自外面的 你就要用下面這個叫做照片物件 所以我從這邊 他就可以讓你去挑 挑看看說你的照片 你想要來自哪裡 比如說像這裡 我再找一張 你看喔 他很貼心喔 你已經用的 他沒有標示出來 你就不用再 再選了 所以我就挑一個 OK 把他放進來 那 一樣 看你要放哪裡 那麼塗層本身是有順序的 所以如果你希望說這隻熊 比如說像這樣子 那我希望 這個 稍微放在他下面 你可以有沒有 有個紅色的 線條出來 那就 這樣就移下來了 有沒有 恩 這是一種方式 那 第二種方式呢 等一下我們再 跟各位分享 就是你也可以加上一些 外框 我們剛剛不是用套外框嗎 在這些照片物件上 也可以加外框喔 所以等一下我們再試看看 好不好 老師先找一張照片 你來試看套模板 好 那麼我們剛剛把外面這個照片交進來 你 交進來沒有錯 可是是不是都 比較怎麼樣 四四方方的 對不對 所以你有幾種方法可以處理 你看 在上面 直接點兩下也可以 或者在上面有沒有一個叫物件屬性 從這裡也可以 也可以從這邊 你看 下面也很好用喔 照片的形狀 有看到了吧 你從這裡都可以 你今天想要變這個 加一個 外框 OK 可是顏色不對 我們來改變一下 變白色的 讓它粗一點點 好按著丟給它 有沒有加粗了 對不對就一個框進來的 那如果不太夠 沒關係我再多做一點 丟給它 是不是OK了 好如果你想要加一點陰影的效果 點到它 點兩下 這裡有一個陰影 陰影陰影在這裡 陰影 開啟 這樣有看到了 很簡單喔 所以其實 可以像這樣去做處理 那 萬一如果你覺得 不要了你就把它勾掉 不要邊框這個勾起來 丟給它 有沒有 這樣就好了 那 這是第1種方法 第2種方法 其實你可以把原本我們加外框的方式 也套進來喔 你看喔 直接點兩下 或者從下面 這裡有一個 遮罩外框 有沒有 這邊看到跟剛剛加外框有沒有有點像 你看這裡 圖面外框 向量物件 影像物件 影像物件有沒有發現跟我從這邊插入是一樣的 好所以 看老師喜歡用哪一個都沒有關係 那你看 這個 遮罩外框 我可以 告訴他 我想要套這個 有沒有進來了 可是 套了之後有一個白邊 那不是白套了嗎 所以 我們要來改變一下 怎麼改變 你點到他可以 可是這個外框的設定 稍微改變一下 你要告訴他 我不要用顏色 我要讓他變什麼 是不是變透明的 變透明了就好了 所以我把它 按透明的 OK 現在我們再套看看 有沒有真的是透明的 這樣才效果比較好嗎 所以 你可以像這樣就把其他照片就加進來 那麼 像他在這裡面 還有一個很不錯的 現在 2013年要到了 對不對 要不要 做個 月曆 他有一個東西叫做月曆物件 這裡 很好用 點一下 這個時候呢 我們這裡就有 有沒有多一個月曆跑出來 他預設會針對 你現在電腦的時間 電腦時間來做 那 你會發現進來之後 這樣不好看 對不對 因為 整個都是遮住的 你可以先決定 他的日期時間 千萬不要用自己用打 自己用打都會打錯 那再來呢 這些顏色啦 都可以改 你如果希望他有一個底色 我們在這裡有個底色 有沒有 顯示底色 是不是就進來了 但是底色不用那麼多啊 我只要什麼 是不是一點點半透明 你可不可以像這樣 那麼日期的顯示呢 也不見得 一定是四四方方的 因為我們看一般月曆有什麼 又直的又橫的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覺得說啊我不要用這個 你可以來這邊日期的設定這邊 右手邊有沒有水平跟垂直的 一樣可以用 一樣可以用 再來就是你可以看到中間有一個12嘛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 叫做月份的字 這個 如果你不要你可以勾掉 而且你看喔 他有沒有把農曆秀出來 對不對 農曆的也有 農曆的字形 你要不要秀都可以 甚至 如果 因為最近這段時間好多學校都在辦那個運動會 如果你是哪一天是 學校的運動會還是什麼特殊日子 你點到他 比如說 28號 不要啦 25號這就大家都知道的 對不對 12月25號 你想要加個字 你可以在這裡 直接把 這個 好 你看這個加進來了之後 有沒有出現在這裡 只是字要再調整一下 有嗎 對不對 所以你說哪些特殊字 那個日子 你可以先把它 設定一下 那這樣 這就有你個人專屬 這樣OK的 好給各位參考看看 對了最後補充一下 如果你都做好了 是不是要存檔 存檔的時候請留意一下 如果你希望下次這些東西可以編輯 要麻煩老師 存哪一個格式 存這個 他的工作檔 因為這樣塗層會通通留著 那麼 如果你要拿去充洗 像我們剛剛講的 你用JPG、PNG都可以 所以等於你要充洗的時候 記得要存 另外一個格式給大家 好